3月4日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接受采访时声称 大陆是台湾面临的主要威胁 引发大陆和岛内的强烈反弹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指出 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仍然复杂严峻 台独分裂势力蓄意制造两岸对立对抗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这是台海面临的威胁 只有坚决遏制台独分裂图谋 才能有效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岛内有关政党和人士要明辨是非 不要陷入岛内民粹非理性对抗思维 坚持积极的大陆政策立场 多做有利于推动联岸关系和平发展 增进联岸同胞福祉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事 而不是相反 对于江启臣的言论 有国民党党务人士4日解释称 当时有外媒询问解放军军机绕台等作为 是否对台湾安全造成威胁 江启臣认为诸如军机绕台等事 却是台湾外部威胁的来源之一 而从整个东亚复杂的区域情势来看 如南海的主权纷争 也是台湾所面临的安全威胁 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佐政东称 现在对两岸来说 新冠疫情才是共同威胁 盼疫苗来台能让两岸走出疫情 恢复交流 化解分歧 日前宣布参选国民党主席的张亚中指出 江启臣的访谈民进党笑了 以经贸依存度而言 去年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相当庞大 这对台湾经济是助力还是威胁 作为国民党主席应该要有 如何能够让两岸降低敌意 甚而创造两岸和平的主张 而不是跟着民进党英武学舌 喊一声大陆是台湾最大威胁 就算交差了事了 这是民进党的一贯话术套路 堂堂国民党主席也要学 与此同时 岛内有人反驳称 大陆也可能是台湾最大的红利 去年台湾赚大陆1405亿美元顺差 没有这个钱股市会掉多少 台湾年轻人薪水不高也风潮股 股市跌个三成五成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说不卑不亢不偏不倚 应该是国民党的立场 但如果想跟在民进党屁股后面 十人崖晖 选民投民进党就好了 投给国民党干嘛 政党要有自己的主张与两岸政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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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